你算什么 真以为能为我的梦想买单 所有人里 你唯独没有在乎过我的感受 班长 演出那天江慧珍 根本就不是什么剧率涣散 她早早就来后场了 那 是有个人直接晕死在她面前 生命危急 你闭上嘴型吗 这件事情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而你们 是不是对珍珍太苛刻了些 是欧阳先生 您怎么来了 您好 对不起啊 您是我们的资助方 发生这样的事 当时 那天被江慧珍救的人是我 真是玩得极实 英雄救美啊 不会也是来欣赏罪的吧 嘘嘘 别吵 别吵 你说那天江慧珍为了救我 放弃了演出是吗 否则呢 把你扔给救护车 他在台上照眼 要不我说 就是个来烟祸事 欧阳先生 如果江慧珍这孩子 真是为了救人 我还欣慰一点 但是剧团也要有剧团的规矩 不能这么轻易就放过 我现在就尽一切财力赔偿剧团 弥补你们所有的损失 江慧珍的梦想就是我的命 演出一次不成 下次可以举办得更加盛大 但今天你们要是敢罚他 就拿不到一分钱的赔偿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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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么做 也许对孩子们是件好事 我这个团长 确实务呢 那行 取消对江慧珍的所有处罚 欧阳文珍 谁给你的权利 让你在这儿指手画脚的 是钱吗 你什么意思啊 你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不上台 你该是个明星 凭什么跑去打杂 欧阳文珍你在逗我吗 我算哪门子的明星啊 我就是一个 破败川剧团的小角色 不然你会口口声声 用钱来实现我的梦想吗 你在拘解我 你在羞辱我 你的梦想不就是 登台演出成为大明星吗 我以为你是从不言弃的 为什么要因为那些人 阻碍自己的梦想 你除了钱 你还懂什么 我从五岁开始 和他们同甘共苦 我的生活 我的梦想 和他们牢牢系在一起 我不只在乎他们 我还在乎 被我放鸽子的观众 我让大家失望了 我就是错了活该受罚 你知道吗 你算什么 你竟然伤害他们 对 我算什么 一个玩伴 一个提款机 没错 那你告诉我 为什么要为了一个 微不足道的玩伴 放弃演出 因为我蠢啊 明知道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明明知道你只有钱 却没有温度 我还是背叛了我自己 背叛了全团的人 背叛了全团的人 我没有温度 你算什么 真以为能为我的梦想买单 剧团才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你伤害这儿的任何一个人 就等于伤害我 所以 带着你的钱 走得越远越好 我现在终于懂了 所有人里 你唯独没有在乎过我的感受 你的历史里没有我 所以你的未来 也没打算把我算进去 你对我产生的一丝感情 对你来说都是一种折辱对吧 你为我放弃演出 后悔了 所以也就迁怒到我身上 如果我不存在 你就可以保持你的苦 我可以不存在 但我要告诉你 你其实一点都不苦 你既虚伪又胆小 既不相信奇迹 也不相信真情 五迹 goal 费 我 小 点 字幕志愿者 评划 评划